Sqlite主要是什么? 因为我把资料写进去了 可是我怎么知道写进去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要把它Open Open它因为它不是像SS一样 SS就点MDB MDB是2003 假设如果你有装SS 直接把它打开就可以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它是Sqlite 所以我可以用Sqlite Browser把它打开 那打开的方式的话 第一个你要先知道它的路径 所以第一个云端上有这个程式 第二个在这个上方按右键 这边的话你可以找到它的属性 它的属性的话呢 告诉你说它的location在这里 在这个路径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路径复制一下 或者这边好像有个复制吧 反正就是先复制这个路径 然后再切到Sqlite里面把它Open一下 我习惯是把它贴上去 然后开启一下 找到了在这里 然后把它开起来 这个时候它告诉你说 你的database的structure 但你的结构是这样子 有没有 它就出来了 其实就是一个schema 它的那个 你建立的 那个资料库的语法 那你要找里面的资料的话 就browse data 你会发现 里面的话呢 因为目前只有一个DB 一个table 里面的资料就我刚刚写的 你会发现呢 就全部都在这里了 那再来的话呢 如果说我 不要用Sqlite的browser 把它打开的话 其实呢 你也可以怎么样 在那个 那个什么呢 在 就是 Python里面把它开起来 那Python里面 怎么把它开起来呢 基本上 你接下来可能会需要有 用一个 跟 那个什么 资料不沟通的语言 就查询语言 所以你可以 什么 Exql 其实Exql 跟他蛮像的 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在这边直接打语法 那如果你要把所有资料 调出来的话 其实就是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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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查询 查询什么 所有的哪一个呢 资料表 告诉他 score 所有 from 这边后面加一个from from 所以呢 你就是执行这个 按一个 Exq 执行他 看一下 你会发现 他一样会帮我列出来 所以呢 同样的方法 其实如果说你今天呢 要把那个资料呢 带出来的话 除了可以在这边 下seql语法之外 另外一个部分的话 就是你也可以怎么样 在我们这个专案 这边好了 再按右键 把他new一个module 这个module名称的话呢 我叫做什么呢 叫做 将结果查出啊 假设啦 反正就是给他一个 专案名称 就select也可以 好 那 这边的话呢 我就直接把 按个finish 然后cancel一下 这不用 不用范本 然后可是我要撰写什么呢 特别注意哦 怎么把它查出来 其实查出来跟写入 蛮多地方是一样的 所以也许你可以拿这个 这个来改啦 我想过啊 这个可以当范本 那贴上到这边啊 好 里面一样会需要 input这个sicle line 一样需要去连线它 一样需要建一个cursor 所以上面这三行是一样的 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我要查 所以我不需要建 资料 不需要建 资料表 所以资料表部分可以删掉 那我不需要新增 所以新增这个部分 也可以把它删掉 那下cicle 语法也不一样了 其实一样 所以你可以怎么 把这边改成什么 改一个语法 叫select 所有的栏位 star这个信号 就是所有的栏位 所有的 from 你就是语法下在这里 from哪里呢 from那个score 好 这样就OK了 等于把刚刚打的语法 打在这里 然后呢 exqueue给它 特别是需要 一样是exqueue 把这个语法 丢给资料库 但是问题来了 最大的差别 insert是写进去 不用丢回来的东西 但是呢 特别注意哦 那个查询 他会查完之后 会把结果丢回来给你 所以呢 你要用什么去接呢 特别注意哦 请你用cursor去接 因为呢 他查完东西啊 他会有个地方 需要暂时放嘛 所以我就怎样 把它丢给cursor commits不用 commits是 你要写进去的时候才要 不过呢 那我已经把东西放到cursor里面了 可是问题来了 那我要怎么把它读出来呢 特别注意哦 读的话呢 我们就必须写一个回圈 这个回圈的话呢 也许是for回圈 比如说呢 我就是写一个什么 for each 那 那个资料表里面 它一定是有 假设 我刚刚写了三个人 1 AAA 几分 BBB CCC 那我需要把它读回来的话 所以它现在东西已经在cursor里面了 那怎么把它叫出来呢 你可以 for each 假设我增加一个root 因为我要把它一列 一列的资料 各别的读出来 那我就把for each in 在哪里呢 我的cursor里面呢 我的资料呢 全部在cursor里面 那请你帮我把它读出来哦 所以呢 我就告诉他说 你帮我把那个资料呢 我现在资料在这个cursor里面 那我怎么把它读出来呢 它会先读一行 读一行 我把它print出来 所以这边的话我就加一个print print什么呢 诶 特别注意哦 这个列呢 里面可能有两栏 那它的编号一定从0开始 所以呢 特别说print什么 假设我print这个 那记得呢 这边给它一个中瓜符 第0 然后中间的话也许串接一个d点 假设我今天中间加个d点 然后再串接什么呢 这个0指的是第一栏 的资料 然后再来的话 再串第二栏的资料 OK 所以两栏资料 帮我把它print出来 然后这样的话就OK了 就是写一个什么 写一个回圈 好 我们来试一下哦 这个时候的话呢 其实我是从 这边就是 刚刚的写入 当了一个范本 然后其实最重要是这里啦 是一个语法 改成这样子 另外的话呢 要把它查回来之后 接到 把它解析出 所以查询 跟写入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你会有个return值 然后把它写出 试一下哦 执行一下 那你会发现呢 里面的成绩呢 有没有帮我读出来 诶 有读出来 有没有 所以呢 这个就是指第一栏 这个指的是第二栏 那当然呢 如果你要让这个 看起来更完整的话 你可以在上面再加一个print print什么呢 也许是 第一个栏位的那个标题嘛 所以姓名 然后豆点 然后这边的话是 姓名成绩 第二个人 成绩 好 这样子 那我们一样把它print 那你会发现哦 诶 这边呢 诶 就出来 另外当然你也可以 假设这边写入 假设我要再写一个ddd enter 它的成绩是几分呢 87分 enter 好 又写一笔 对不对 那我们再查出来看看 把它查一下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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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是有错误讯息嘛 哦 如果这边 又新增一个的话呢 那那边的话 当然哦 它又会新增一笔了 啊 因为我这边lock住了 这个可能要关掉一下 不然它可能没办法写入 因为它这边会跟你讲说 database lock 因为我的那个什么呢 SQLite browser把它锁住了 所以它没办法写入 所以这边要把database 那个SQLite browser把它关起来 重新再输入一个成绩 ok 那 这样子的话呢 再来查 诶 基本上又可以查到一个ddd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哦 这个是查询哦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 试一下哦 那个 所以刚刚第二段呢 是查询哦 写入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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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是最重要的 哦 资料库的操作啦 大家不外乎就是 这两个是最重要 其他的话还有什么 修改跟删除啦 修改跟删除其次 以后还是有可能会用到 但是最重要是写入跟查询哦